好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全球现场交给韩语了 好的 文安确实在一起国际呢 就聚焦在美中两大国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是相继的访问之后 双边的最新的一个互动 那么今年5月刚刚满100岁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吉 他在昨天和大陆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两个人是来会面 那么根据大陆方面呢 他们的新闻稿表示 李尚福他认为美中之间的关系 被破坏 这是因为美国的一些人 他们并没有和中国是相相而行 而基辛吉他则呼吁 美中的军方应该是要 美中呢 这两国之间的军方是要加强沟通 才可以维持全球的和平稳定 那么根据卫报报导 基辛吉他就表示 自己是作为朋友而来 美中双方应该是要消除误解 要和平共存 避免对抗 因为呢 其实两大国现在都承受不起 把对方视为对手的一个代价 而且两国如果真的开战 对于双方的人民来说 都不会带来一个有意义的结果 因此呢 他就呼吁美中的军方是要加强沟通 不过呢 要注意的是 基辛吉他这条访问 并不是美中的官方之间的一个正式会晤 因为美中的军事呢 方面这个军事方面依旧是断线 但是李尚福他和基辛吉的会谈 也是别具意义 因为其实基辛吉他在美中关系上 他的立场过往 他就不断的强调要透过对话来改上双边的关系 那么尽管军事对话呢 现在还没有启动 但是呢 美中近期在外交经贸气候的议题 高层也都是重新开启了一个对话 那么在基辛吉他到访北京之际 可以看到美国的气候特使凯瑞 他也正在北京 当时和大陆的官员来讨论 要如何的应对气候危机 那么凯瑞昨天就分别和 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王毅 以及国务院的总理李强两个人会面 那么中美双方是达成在气候上的一些合作共识 更表示希望中美的关系 可以早日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李强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 在巴黎岛成功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美双方要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根据大陆央视官媒 官媒央视他们表示 中美双方还是要讨论了一些气候融资 大陆煤炭消费还有加碗减排等问题 而昨天在和王毅的会晤中 王毅他还表示希望美方要奉行 理性务实积极的对华政策 继续的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要妥善的处理台湾问题 好 接着呢 那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问题 而就在凯瑞跟季辛吉是相继的访华之际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他在接受美国网络的访问的时候 他也重申美方是积极维持台海和平稳定 不寻求推翻中国的政权 更对中方喊话 挑衅对美中方是毫无益处 一起来看 美国气候特使柯瑞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握手寒暄 王毅表示健康稳定 可持续的美中关系是很必要的 他更呼吁美方应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 而柯瑞布只见了王毅 也和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会晤 我们也必须要成为两个大型的预测货货 所以我们两国的预压力 来与工作 来与其他国家的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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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其他国家的预压力 科瑞和李强都强调 美中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 确实应该携手处理气候问题 共同减少碳赔 而近期除了科瑞 日前才度过100岁生日的 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 也访问北京 会晤大陆国防部长李尚福 季辛格说 我此访是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 当今世界挑战与机遇并存 美中双方应消除误解 和平共存避免对抗 季辛吉表示 要是两国发生战争 美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承担这个代价 习近平主席提出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原则 李尚福提出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三个原则 希望美方能够掌握这个相处之道 由于台湾问题 一直是美中之间的讨论焦点 在科瑞 季辛吉相继访华之际 白宫 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也在接受美国网络周刊的WireChina 连线中国的访问时提到 美方积极维持台海和平 稳定不寻求推翻中国政权 更对中方喊话 挑衅对美中双方毫无益处 也显示出拜登政府 在寻求和中方合作的同时 仍在外交上持续软硬兼施 记得林涵送后报道 那么可以看到 凯瑞他这一趟为期四天的访问 其实主要呢 就是要重庆世界前两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陷入停滞的一个谈判 因为其实现在全球是面临了极端气候 从亚洲到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礼拜以来都是笼罩在高温之下 那美国各个城市呢 现在都已经履创高温记录 目前已经导致9000万名的美国人 处在一个高温的警示之下 那么其中又以Arizona的凤凰城最为严重 已经连续19天 高温达到摄氏43度 这也打破了1974年6月以来 创下的一个连续18天的记录 一起来看 根据凤凰城可以看到呢 当地公路上的一个即时温度计就显示 气温是居高不下 17号更是一度飙升到了大约摄氏46度的高温 那么当地的热伤害患者他们因此攀升 所以呢现在面对酷热的天气 更传出美国现在有很多医院 为了要缓解他们中暑的一个症状 因此就拿出了装满冰块的湿袋 将中暑的这些严重的患者 放进装满冰块的湿袋内 就是以这个方式来降温 因为呢这个速度比传统的降温方法 还要快伤两倍 对于治疗来说是有效又方便 那么在世界另一头的中国 西北的气温呢 同样也是维持在摄氏52度以上 那么气候变化也导致罕见的降雨 而且呢这个气候问题 更威胁到了文化的一致 对象和平组织的研究员 17号就表示 中国西北古代思路之路上的世界著名敦煌壁画 是遭到直接的威胁 持续不断地强降于天气 也导致这个洞窟里面遭到雨水渗漏 而且呢湿度是不断不断地飙升 直接对已经受到损坏过的壁画 是造成更多更大的伤害 敦煌的文物主要是因为当地 比较干旱的气候 所以它才能千百年来保存下来 那么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下 我们通过气象数据的 长期的趋势分析 发现从1960年开始 在敦煌地区 它的中等到强降雨的频次 正在越来越多 那么这样类型的降水 会导致洞窟内的湿度变大 而湿度一旦达到60%到65%以上 它就会加速石窟内壁画和雕像 它的病害发生的速率 随着现在气候变化 对天气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 大陆的各地包括强降雨等灾害 也是层出不穷 而在北半球进到夏天之后 高温也是不断地打破纪录 包括了新疆地表温度竟然是标迫 摄氏80度 而日本的迪士尼乐园 则是因为高温取消了游行活动 那么欧洲的野火也是不断蔓延 逼近了希腊的度假小镇 大陆则是遭到了泰力台风侵袭 居然夸张到把海上的金鱼 是冲上岸 一起来看 烈焰狂烧 农烟不断窜身 希腊连日破43度高温 枪风助长火势不断蔓延 危机海滨度假胜定路特级小镇 紧急撤离在当地参与夏令营的 一千两百名儿童 马舅也陷入火海 马匹仓皇奔逃 全球热报 美国西南部热道向火炉 超过八千万人 相当于三分之一人口 都收到了高温警告 亚洲野迎来热浪 大陆新疆16号测到设施 52.2度高温 吐鲁番火焰山地表温度 甚至超过80度 游客感受极热体验 日本野高温笼罩195个观测点 气温飙迫35度 东京至少103人 重暑送医 东京迪士尼乐园则热道 取消部分户外游行 民谷屋恐怕飙到40度 目前已经暂停小学和中学的户外体育课 大陆南方则遭遇泰力台风侵袭 货车集装箱被吹翻压到隔壁车辆 骑士台风天骑车出门差点没命 风雨中连同帮忙的消防人员 三四个大男生都要站不住 福州暴雨沉灾土石榴油 如瀑布倾泻 道路淹水住家冰箱都飘到路上 台风过境狂风暴雨甚至一度 把鲸鱼冲上岸 引发众人拿着手电筒围观 非常稀奇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